尊敬的诸位老师、学长 惭愧学生玄道 今天向师父上人、诸位老师、学长 恭敬汇报的题目是 制药莫如骄子 弟子玄道是一位在家女众 也是三个孩子的妈妈 学佛四年有余 虽然平日坚持听师父上人讲经 定课不断 但是每每遇到孩子教育和家庭关系的问题 就总也扶不住自己的烦恼习气 考不过关 为此感到十分困扰 觉得学佛和生活是脱节的 多年来 弟子一直在苦苦寻觅一条途径 真正将修行和生活结合起来 众生有感 佛菩萨就有应 近几个月 弟子参加了 香港佛陶教育协会举办的圣贤母亲研习班 大家亲切地称为妈妈班 并将所学到的道理落实在家庭中 逐渐反省 逐渐反省到自己一直存在的一些错误心态及行为 通过真正明理而得以改过谦善 渐渐渐有了一些浅显的体会 在师父上人九十大寿之际 特向师父上人汇报 以此一点点收获 希望报深厚如海的师恩和父母恩 希望从此走上觉悟成佛的道路 弟子还希望这些粗浅的心得 可以成为在家女众修行上的前车之鉴 让更多的家庭像我们一样 感受到学佛的快乐与安宁 一、从失败的胶子经历中痛切反省 用爱和包容唤醒孩子的自信 弟子身边有很多年轻父母 和弟子一样都在宫听尊敬的师父上人讲经 聆听师父老人家教导 要在这关键的十年将传统文化继承下来 弘扬下去 否则传统文化就将永远断灭 那时整个人类将面临万古如常夜的痛苦生活 此时我们这些年轻父母都不约而同 对孩子有了期待 或且希望他们可以为往盛济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 我们当时不知道 真正能够继绝学 开太平的 应该是我们这些年轻母亲们 首当其冲 去年 弟子不顾家人反对 擅自将六岁的长子 送去一间封闭式的私塾学习 期待他能够把传统文化学到家 当时弟子想 孩子要隔绝外界的污染 只有离开家庭 十年不见父母 才能学到传统文化 弟子的自以为是 给家中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公婆非常生气 甚至要和我们断绝关系 为此 先生很长时间都感到十分烦躁 无法释怀 我也觉得内心惶惶不安 隐约觉得 让公婆生这么大的气 似乎不是佛弟子所应有的举动 另一方面 我又觉得 这还不是为了他们家的孩子能成大气 觉得我们夫妇很委屈 公婆移民到澳洲 不学佛 更不学传统文化 我当时暗地里看不起他们 觉得老人家糊涂 没有我们有觉悟 可是当我和先生 把孩子从私塾接回来的时候 发现孩子完全变了 整个人瘦了一半 满口谎言 而且情绪很不稳定 甚至会跪在地上 打自己的脸 孩子不但没有预期的那样成圣成贤 品德和为人都大大退步了 内心似乎受过极大的伤害 让我这个做母亲的觉得太痛苦了 太对不起孩子了 我常常气不成声 十分自责 天哪 我这个妈妈对孩子做了些什么 弟子婴儿起了很大的怨恨心 在家中埋怨父母和孩子 在道场怨恨师兄和领导 内心百苦交间 此时我生起了很大的退心 我们家中常常争吵不休 正在吵架的时候 我突然想起 我这还算学佛的家庭吗 怎么和地狱一样啊 人家不学佛的家 还看着比我们和乐 我感到双重的痛苦 后来 在协会领导的关怀下 我去妈妈班上课 妈妈班是和母亲们一起 将同盟养正的课程 例如三字经 百家姓 千字文 自己先学习一遍 这样就能回家带孩子们送读 学习传统文化的经典 帮助孩子们落实 读书志在圣贤 读书成就圣贤 通过学习 我才知道 原来教育孩子最重要的是母亲的正念与信心 正念就是一心一意地照顾自己的家 自己先落实 传统文化的家道 把父子有亲 夫妇有别 君臣有义 长幼有序 朋友有幸 在家中做出来 信心就是毫不怀疑地相信 人之初性本善 坚信每一位家人都是本性本善 作为母亲 坚信孩子们来到我们身边 就能通过母子一起学习 蒙佛力的加持 祖宗的护佑 就算经历一些波折困难 最终都能够成长为圣贤君子 我这才知道 真正的传统文化 应该是父母身教做出来给孩子们看的 真正的望子成龙的母亲 原来就是先自己默默地改过千善 让自己成为一名圣贤 真正的圣母贤母 他们都是以身教为先 严教辅之 寻寻善佑 以超乎常人的耐心和毅力 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下 撑起一个温馨的 充满正能量的家 让孩子在家中健康快乐地成长 成为一名有用的人 继而提升境界 成为圣贤君子 原来圣贤是母亲用生命教导出来的 而不是一所学校 一个机构所能够成就的 学校和机构是孩子成长的外源 真正起作用的是母亲温柔 强大而且坚定的内心 古文教育的意思是 我们如果放下家庭教育不顾 而求一所学校 满心期待学校能够把孩子们教好 自己忘了长自己的善 救自己的诗 这不是在外求吗 师父教导说 外求所得到的是烦恼和痛苦 这是真的 尊敬的师父上人 在讲经中多次强调 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得以延续至今 而世界其他古文明都灭亡了 其原因就是 中国人重视家庭教育 是家庭教育 把每个孩子都教好了 社会自自然然 千万年来保持安定祥和 家庭教育在古代 是母亲和家属协力完成的 通过学习 了解到私俗 原来并不等于现在 有某个财团机构所办的 独立于家庭教育之外的私立学校 私俗是由某个有家学 有文化的家族所新办 和官府所办的学府不同 所以称为私 俗是古代住宅中 最靠外面的一个房间 之所以请老师在这个房间 教授学生 是方便街方邻里 也能送孩子随喜参加 所谓私俗 原来就是有家学的家庭 为了提升他们所居住的 社区的文化水平 道德水平而做的一举 前来上学的孩子们 随喜参加 随缘随分地提供一些供养 它既不是商业行为 更不会独立于家庭之外 而是整个家庭教育的 有机组成部分 我这才明白 中国人所重视的家庭教育 原来不是现在小家庭的教育 是家族、社区、学校三个方面 融为一体的全面养成教育 这个教育现在没有了 所以人才培养就出了问题 我当时不明白这个道理 不知道有私俗之名的学校 不一定和古代的含义完全一样 而我们给孩子提供的传统文化教育 因为失去了家道 也变得徒有其名了 弟子这才开始重视家庭 重视家庭教育 即使古代传统文化的大家族 不能一时得到恢复 大家族提供的教育 也不能马上得以重现世间 可是我们这些妈妈们 总可以在自己的小家庭里 先学起来、先教起来 孩子上哪个学校都好 这是她的因缘 但是我们母亲把家庭教育 这个关键抓住 也能帮助孩子成就德行 成就学问 弟子通过学习 因为明理才慢慢走出怨恨 反省到自己 让孩子受这么多的伤害 原来都是因为母亲 利欲熏心 感到特别迫切的 要放下这颗肮脏的内心 当初把孩子送走 美其名曰送子求道 其实是在刻意逃避 做母亲的责任 像多点时间来道场 做义工 多点时间自己听经拜佛 其实这就在贪佛法 是非常的自私自利 而且对孩子而言 是极其残酷的行为 但当时明文立养的心 早已生了起来 历令至婚 觉得长子以后 可以当蔡老师 可以在电视机上 讲经红法 感觉自己一只脚 已经踏入贤母的门槛了 真的是利欲熏心 却毫不察觉 把尊敬的师父上人说过 愚人无争 愚事无求 及敦伦敬奋的教导 抛在了脑后 就这样一味地呈现在 打着传统文化大旗下的 明文立养之中 不知回头 直至作茧自伏 苦不堪言 现在 弟子已经辞去了 在道场的工作 在家中安心交子 孩子从私塾接回来时 因为长时间离开母亲 又加上不能理解 别人对他的教导 所以情绪十分不稳定 很容易受到刺激 而做出一些 非常过激的行为 也很难和任何人 正常的交往 把自己完全地封闭起来 所以 弟子就每天陪着他 一分钟也不离开 连家务也是能不做的就不做 孩子吃饭 我就看着他吃 陪他说两句话 孩子做功课 我也坐在他身边 看着他 一笔一画地写 心中默默念佛 每当孩子 行为出现问题 弟子也感到很有情绪 觉得怨恨 或者愤怒的时候 弟子就强忍着 不断地给自己说 孩子就是一个小圣贤 只是还没有到觉悟的时间 之前所经历的一切苦难 都会成为他日觉悟的资粮 所以 当孩子出现过激行为时 弟子就抱着他忏悔 并请求他的原谅 没有拿出情绪来指责他 当他改过时 弟子就大力赞扬 将他的优点 在家人朋友们面前高声称赞 因为孩子的心灵受过伤 所以不能像从前一样 孩子做错的时候 就严厉制止 高声责骂 因为这样只能起到反效果 让孩子情绪激动 不受控制 所以 弟子这时 是看在心里 默不作声 暗自随顺 他的习气 甚至错误 到晚上睡觉的时候 孩子安宁下来了 温和地问他 今天哪里做错了 有时 看到孩子还不愿回头 就用将圣贤故事的形式 突然很委屈地流泪哭诉 很痛苦地说 妈妈不爱我了 妈妈要把我送走 有时候 经过我们当时送孩子去上私塾的地方 孩子就会十分紧张 抓着弟子说 我不去那里 妈妈要把我送走了 我就没有妈妈了 我听着心酸 眼泪就掉下来了 抱着孩子心想 一定要让孩子感受到妈妈爱他 就这样 半年过去了 孩子渐渐地不愿恨妈妈了 他能感觉到妈妈的爱了 很信任妈妈 和也肯听话 能交流了 孩子现在回到我家附近的一所 普通学校上学 跟同学相处得很好 成绩也不错 弟子将古代私塾教育 带回到家里 每天放学 和孩子读经六十个字左右 读三十遍 三天就是九十遍 接下来三天 弟子和孩子就被三十遍 这样一周下来 六十个字的经文 孩子读诵一百八十遍的样子 帮助孩子扎圣贤教育的根基 培养静定安乐 气定神贤的气质 虽然这方面 孩子还在努力 还是一个很调皮捣蛋 毛手毛脚的小男孩 但是他身心健康 情绪稳定的转变 让弟子坚定了信念 深深感到 唯有爱和包容 可以成就孩子 我们身为人母 不是警察 也不是制造商 我们和孩子的关系 不是管理 与被管理者的关系 更不能用情绪来压制孩子 强迫孩子 而是心心念念 都要扶持孩子健康成长 引导孩子树立德行 为孩子成圣成贤 铺路搭桥 真的是制药莫如胶子 二 教育孩子 首要夫妇合静 尊敬的师父上人 教导我们 从小要培养孩子 对一切人事物的恭敬心 现实的学校教育中 没有这一课 我们做父母的 就要全心全力 帮孩子们补上 弟子发现 现代社会环境 心浮气躁 很难掌养恭敬心 为了培养孩子的恭敬心 弟子常常反思 孩子的恭敬心 是从哪里来的 孩子从入胎到出生 再到成人 这18年间 大多数时间是在家中 看自己的父母 长辈如何生活的 那么父母恭敬的心念 和行为 就是孩子真正学习的对象 古人说 君子之道 赵端乎夫妇 所以身为孩子的父母 夫妻之间的合静 就应该是孩子成长的重要一刻 所以孩子的恭敬心 有很大程度 是从我们夫妻之间的合静中来的 妻子恭敬丈夫 感恩丈夫对家庭的经济供养 欣赏丈夫的种种优点 不断务 不断努力帮助他掌养其善 以便孩子效法学习 而不是看不起丈夫 埋怨丈夫的缺点 丈夫恭敬妻子 感恩妻子对家庭的辛劳付出 欣赏妻子的种种德行 不断努力引导他 扩大心量 提升灵性 以便孩子得到善教 而不是冷漠对待妻子 指责妻子 或者对他的傲慢无礼 忍气吞声 这样爱静存心的夫妻关系 孩子看在眼中 便是对恭敬心最好的滋养 一家人其乐融融 把僧赞僧运用到家庭生活中 体会到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 而且还是全家人欢喜心的源泉 可是弟子却刚刚好做不到 我在单位很恭敬领导 在道场里也恭敬法师和师兄们 回到家 却从来不恭敬先生 常常看不起他 惭愧弟子玄道是独生女 在家中娇生惯养 从小没有受过圣贤教育 接受的西方公立主义教育 可谓根深蒂固 学佛之后 又没有真正听懂师父老人家的教诲 以为修行就是诵经拜佛 在道场做义工 不知道要在家中修何境 好好持家 相夫交子 也不知道家才是我们在家女众修行的道场 一直以来 弟子因为傲慢 自以为是的习气很重 所以在家中对先生非常强势 经常喜欢控制家中大小事情 从不考虑先生的感受 也不接受先生的教诲提醒 生了孩子就交给外祖父 外祖母或者保姆照顾 自己不想带孩子 觉得太累 喜欢在外面做事 觉得这样有成就感 老三出生之后 弟子更觉得家事很拖累 常想逃避 于是就去道场做义工 还美其名曰 我去道场给家人积福报去了 直到长子从私塾回来 变成了问题儿童 弟子才被迫开始反省 开始面对自己的错误行为 才体悟到 真的是家和万事心 家不和万事败啊 孝经说 故以孝是君则忠 以敬是长则顺 忠顺不失 以事其上 弟子在家中不能和敬 公顺先生 对公婆也很抵触叛逆 所以在道场做事 也做不到忠顺 孩子对我们夫妇的教导 也很不当回事 对待父亲也很随便 这样的小孩 如果继续下去 相信成人之后 也很难在社会上 真正做到不时终顺 他们也会像弟子一样 很容易受到名利的诱惑 而失去理智啊 尊敬的师父上人 在讲经中常常跟我们说 世卫哪有法未浓 弟子最近才反省到 这些年来 听到师父老人家的教导 理解错了 不是用佛法来指导生活 在生活上正得法味 而是用他来做借口 逃避在轮场中应尽的责任 我们身为师父上人的弟子 在经教中断章取义 为自己自私自利的行为 套上冠冕堂皇的借口 还口口声声护持正法 这不是背道而驰 实际在灭法吗 尊敬的师父上人说 自信第一德 父子有亲 一位母亲 如果不能真正地 恭敬自己的丈夫 恭顺自己的公婆 和睦家庭 孩子就很难生起 对父亲的恭敬和信任 也很难对家庭 生起感恩和爱护的正念 随着孩子成长 他会对父子有亲的性德 产生出或大或小的怀疑 也就可以说 我们在给孩子 恢复自信的道路上 又设下了或大或小的障碍 这是我们在灭了法 断了家道啊 如果能够真正恭敬自己的丈夫 就会对公公婆婆 生起感恩心 感恩公婆的教育 赐予我们一个幸福的家庭 那么现实社会 频繁出现的婆媳矛盾问题 就会越来越少了 所以说 为了弘扬传统文化和大乘佛法 我们在家女众 要真正做到夫妇有别 这也是在为孩子将来的修行道路 打下了坚固的基石 三 母亲的正念是对孩子最好的家教 弟子的婆婆是一位传统的中国女性 她只有小学学历 从没有到外面工作过 一生全心全意 为家庭默默付出了一切 1990年 公婆和家从香港移民澳大利亚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 公公在香港做生意 养家挣钱 婆婆独自在澳洲照顾三个儿子 婆婆在当地没有亲戚 她的英语又不好 所以那段时间 婆婆一个人很不容易 但她对公公从没有怀疑 也没有任何怨言 正是因为婆婆对公公的恭敬及正念 三个孩子 并没有受到西方公立主义的影响 都成长成为非常优秀的人才 事实证明 家庭的教育 而非学校的表现 决定了一个人 对社会是否能够有所贡献 弟子和先生 是大学同学 读书时期 弟子的成绩及各方面表现 都超过了先生 然而没想到参加工作后 弟子在工作中处理事物的能力 及人际关系的相处方面 远远不及先生 对工作单位的贡献 也比先生差多了 此时弟子一直没有想通 不明白为什么优等生到了社会 却不一定能够同样有效的造福社会 直至近期 在妈妈般的学习中 弟子渐渐才明白了其中的缘由 真正塑造人格的是家庭的教育 而母亲的正念是孩子最重要的家教 尊敬的师父上人 在2014净土大经科著 第209集中教导我们 善正念无称 善正念就是无量寿经上的离遇深正念 师父说 我们无贪于一切法 事出世间一切法通通没有贪恋 这就真正无贪 正念是忍是定 怎么会有称恨 弟子学到这一句的时候 就想到了先生 他真的很少对人发脾气 每当遇到境界的时候 他因为贪心很淡 执着心很淡 所以不会马上着急 而是以平常心来处理 没有了贪和称 问题解决起来 都会非常妥当 而且先生的为人 又很简单 很真实 不贪求 大家都很喜欢与他相处 弟子回想 先生于小学时 已经移民澳洲 在国外长大 不但从小没有接受过 四书五经等经典的教育 甚至中文都说得很不好 写得很不好 但是为什么在境界现前的时候 他就能有智慧来处理呢 他的所言所行 为什么那么厚道 像一位传统的中国人呢 弟子这么一想才明白 原来先生虽然没有机缘好好学习中文 没能从小读经学传统文化 但是却因为生长在传统男主外 女主内的家庭中 在母亲长期而坚定维护传统家道 以及和顺恭敬的教化下 自然而然形成忠厚的人格 妈妈班的同学曾经感叹说 你家的孩子 其实不需要去外面学习传统文化 他们如果能够把父亲做人孝顺 忠厚 简单 成静的风格继承下来 就真的把传统文化做出来了 弟子当时还不以为然 没有听懂 觉得先生很老实 不懂古文 是黄香蕉 没有什么文化 但弟子真正开始 接受传统文化的教化 把他用到生活上之后 才意识到 同学是在提醒我们 学习传统文化 要重实质 不要重形式 先生之所以在外国长大 都能把传统中国人的 为人处事做出来 完全得益于母亲的正念 这让我感到 家道才是传统文化的 教育的载体 而实现家道与教化的 需要仰赖母亲的正念 婆婆很谦卑 总觉得自己没有什么文化 我学了一点了凡四讯 看懂了一点古文之后 就更加觉得 婆婆没有什么觉悟 现在 弟子才真真切切地 由衷佩服他 佩服他将正心正念的力量做出来 心念的力量 真能超过言语 超越时空 婆婆的正念 正是师父上人讲经中 苦口婆心 劝导我们的忍和定 虽然婆婆说不出什么大道理 更说不出佛法佛理 但她做到了 她一颗心操持家庭生活是定 她独自忍受外国生活的种种困难 安定安详地对待一切是人 她的正念体现在 她对家庭的付出中 体现在她对自己先生的恭敬 无对立中 体现在她二十年如一日 欢欢喜喜 给孩子们煮三餐饭 打扫房间 接送放学中 就是这样的一位伟大的母亲 在做频繁家务中的欢喜心 毫无对立 没有怨言的生活方式 在成长过程中 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孩子们 让他们具备了 可以在任何工作岗位上 发光发热的能力 让他们事业有成 道心坚定 永不退转 反观自己的正念 及对家庭的付出 不及婆婆的十分之一 不但家务是由保姆来做 而且经常顺境起贪爱 逆境起嗔恨 在家里对先生及孩子 会用发脾气来解决问题 特别是上学的时候 经常慌慌张张地 催促孩子快点出门 等等心浮气躁的行为 这些都在不知不觉中 给孩子做了不好的表法 弟子带孩子读小儿语 读到第一句就是 一切言动都要安详 时差久错 只为慌张 弟子虽然每天抓着孩子 每天读经 自己又做不到 真的是只重行事 忘记实质 说一套 做一套啊 真正的家风和家道 就在家中 不用外求 大家看看玄道糊涂的行为 把孩子送去外面 去求学传统文化 一起专门去吃苦 不要浪费福报 等等的行为 是何等攀缘和外求的心呢 而家中的长辈们 所秉承的正心正面的家道 却没有得到珍惜和传承 真的是正如师父上人说的 佛法最忌讳的是心外求法 心外没有法 你到哪里求 佛法一切向内不向外 而家道家风的建立 也是向内不向外啊 弟子在这里 把家丑外扬 想借此机会 向公婆父母和先生 忏悔之前 对他们的不敬 也在送给各位姐妹一句打油诗 传统文化要乘船 赶快回家坐好吗 恭敬公婆和先生 言传身教 乐满家 以上是不孝弟子玄道 在这四个月妈妈般的学习中 反省到的一点粗浅体会 通过这次学习总结 弟子真正感受到了 人我一体的感受 心中万分感恩 玄道真的是幼使诗教 习气深重 教子无方 对不起祖先的福音 对不起尊敬的师父上人 尊敬的父母双亲的无边深恩 恳请尊敬的师父上人 尊敬的诸位老师 学长慈悲教导 弟子励志 努力求道 正道 惭愧弟子 宣敬 顶礼 敬成 旋造 同学这一篇忏悔文 无量功德 人最可贵的 最值得赞叹的 就是知道回头 回头是安安 这个社会 几个人知道回头 几个人啃回头 知道回头 啃梦回头 就是神仙君子 就是阿弥陀佛的 社神 阿弥陀佛 他这篇文章 写得非常好 应当 广为流通 帮助许许多多 现在 迷而不久 还没有回头的 这些年轻的妈妈 给他们做个好榜样 现身说法 自自俱俱 都从真实心中做 很有 是福利 让人看到了 听到了 都会受感动 有受感动 儿子要发心 向他学习 回头 是安 家道要是醒了 事运就转了 事运就转了 这是多么伟大的事业 今天的地球 由于 国际的发达 交通边界 确确确实实 是个地球村 同居住在这村子里头 天天见面 媒体的光波 这个世界上 无论在哪个地方 发生一点事情 全世界都知道了 这不是一村 什么叫一村 既然是一个村 我们希望这个村 活目相处 这个村 人人都是好人 好人行好死 世事都是好死 人 真正找到幸福了 传统文化 可以帮助我们 夜深 幸福美满 帮助我们 家庭活目 事业顺利 社会活血 国家庭活 国家庭活 天下太平 所以 其心动念 想着中国传统文化 供养给 全球一切众生 我为什么要这样做 为地球人 人人一生幸福 家庭活 家庭活 活 安乐 为这个 全世界是一家人 如果从佛法来说 他说的究竟 说的圆满 慧能大使 开悟时说 末后一句 何其自信 能生万法 这句话什么意思 万法是知什么 万法是知全宇宙 大臣教常事 变法界 虚空界 佛说了 这里头 无量无边 无数无尽的 祝福 超度 像释迦牟尼佛的 三千大秦时期 无量无边 这个法界从哪来的 自信 变现出来的 自信 能生万法 如果你真的 把这个道理 搞清楚 搞明白了 你就称佛了 称佛什么意思 肯定了 变法界 虚空界 跟我是一体 为什么 能生的自信 是一颗 所身的万法 怎么会是两个呢 于是 自信里面的大慈悲心 自然就流露出来了 大慈悲心 是大爱 你爱一切众生 就像爱自己一样 没有分别 在外国宗教里 神圣的爱 上帝的爱 在佛法里头 祝福如来 同体大悲 无缘大慈 慈悲 无条件的爱 爱人 爱人 怎么可以害人 爱人 就是爱自己 伤害别人 就是不自爱 不但伤害 有情种子 伤害树木 活草 伤害 山核 大地 这是现在 酷学干的 不爱自己 地球是我们生活 美好的环境 我们应当把它 变成极乐世界 不能破坏 地球 破坏地球 到最后是让地球上 所有的生物 绝灭 这个事情 谁知道 科学家 知道 知道的片面 没有知道四十真相 四十真相 佛菩萨 知道 身闻 圣闻 远学 知道 我们学 福 学大臣 学建筑 不能 不知道 不知道 而 慈悲 对谁 对一切 中心 这地图 特别包括 远青 平等 你看 不是把对我好的 好的人 摆在地位 把瞧不起我的人 羞辱我的人 毁谤我的人 伤害我的人 把他摆在地位 与 勤 平等 为什么 他跟我 是一题 自信能三万法 包括他 同一个自信 不但这个地球 一切万物 跟我 是一题 这个地球之外 太阳系的 星球 萤火系的 星球 诸佛 插头 无量 无数 大千世界的 万物 跟我 全是一题 一题 很难分吗 法神菩萨 明白了 所以称为法神 法神就是一题 法神佛的名号 叫 毕露哲娜 毕露哲娜是梵语 翻成中国意思 叫 毕露哲娜 毕露哲出 也就是说 一切出所 一切实 它都存在 超越时间 超越空间 并法界 学空间 也提 这叫 发神 承认 也提 就真的 发神 自信里面 第一个德 就是 慈悲 同体 大悲 悲 是看众生苦 要全心全力 帮助他 利苦 慈 是与众生乐 帮助他 利苦的乐 叫慈悲 慈悲 是真爱 怎么个爱法 帮助他 利一切苦 得一切乐 你看 讲得多具体 把爱 具体 说出来了 不含糊 一般讲爱 上帝 爱世人 只讲个爱 笼统的 怎么爱法 慈悲 是说出来了 用什么爱 用利苦 与乐 这真爱 玄道 就是 从生活体验当中 没有忘记佛法 终于在佛法里头 觉悟了 明白了 把慈悲两个字 用在家庭里头 佛法的家道 就建立起来 我相信 它会兴旺起来 它会影响他的邻居 影响他的亲朋好友 甚至会影响 佛友 这真正 是佛灰灭 弘法利神 成就自己 也成就别人 今天 时间到了 我们就学习他 死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